恭喜大家上完第二堂线上会议的使用 相信大家对于建立会议的排程 以及会议的操作技巧 以及如何共享白板及音效有一定的认识 而在下一堂我们要说明的是建立居家上班的平台 包含学会协作平台的建立 以及加入居家上班的相关资料 以及发布网站的相关方式 希望在下堂课可以见到大家